原标题 宋慧乔出演男朋友 宋仲基因吃醋 烫了河南竹谱宝剑同款发型 11月27日晚 宋慧乔和朴宝剑主演的男朋友 开播 11月30日 宋慧乔朴宝剑 田就被送上了热搜 不知道宋仲基看到了会不会吃醋 前两天宋仲基参加活动的时候 还被粉丝拍到烫了一头小卷毛 这个大妈头发型不仅宋仲基烫了 在男朋友中 朴宝剑也是留着这个发型 有网友猜测 莫非是因为自己老婆和别的男生拍剧吃醋的 所以宋仲基模仿朴宝剑也烫了一头卷发 其实宋仲基并不是因为吃醋才留这个发型 而是这个发型在韩国比较流行 除了他和普宝剑 袁宾最近的广告照片中也是大妈头 相反 宋仲基倒是很支持自己的老婆拍新作品 并且宋慧乔在男朋友的发布会现场也透露 说自己的老公表示 会时刻关注拍戏动态 也非常期待这部剧 宋慧乔婚后首度揭拍的这部电视剧 从预告片曝光开始 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宋慧乔饰演的车秀贤和朴宝剑饰演的金正赫 是两个世界的人 车秀贤宋慧乔饰演是有钱人家的儿媳 从未感受过生活真正幸福的他 选择了离婚 在古巴一个人放空的时候 遇见了来古巴旅游的金正赫 朴宝剑饰演 金正赫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从他烫着的一头蓬松的卷毛 和穿着一身休闲的服装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无拘无束 只注重于享受生活点滴的人 两个本无任何交集的人 在古巴抛开一切社会地位 年龄和绅士 只是单纯的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又一天 可当回到现实世界的他们 感情生活却又将面临很大的反转 这部剧比起宋慧乔和宋仲基主演的《太阳的后裔》 题材可能更加偏现实一些 感情戏也是美丽而伤感的 宋仲基放心自己的新婚妻子 和别的男生一起拍电视剧 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 再有新剧和观众见面